在昨夜海集会欢迎晚宴上特别印制一份菜单 这菜单看起来是大有学问哦 因为是一个藏头诗 仔细看看这一首这个看起来像是诗啊 每一个菜单每一道菜的第一个字是什么字呢 其实仔细念下来从上面念到下面 就是江城会谈台中圆满成功 那么原来这个菜单本身就暗藏着这个玄机 主要是希望这一次的会谈在台中可以圆满成功 而事实上去年在台北采访江城会当下 曾经遭到推挤的大陆央视主播财陆 这一次也同样来到了台中采访 上回因为遭到推挤 反而是回到大陆之后一炮而红 这次再度来到台湾 财陆说他相信台湾警方的保护措施不会害怕 也希望在采访之余 有机会到台中逛逛有名的夜市 在警力层层见户下 中央台的美丽女主播财陆又来了 这会饱受抗议群众的惊吓 这会难道不怕吗 没有没有啊 不会 我没有什么资本高调 这次会不会想要带什么东西回去 不知道啊 你有什么建议 太阳饼 太阳饼 除了太阳饼还有吗 豆干 豆干很好 因为是啦 你要去 笑容可局态度亲和 看到台湾媒体蹲着访问 还贴心的要记者别这么辛苦 同样是央视一线主播 帅气的鲁健 在2001年伊拉克战争直播中一炮而红 去年没赶上 今年终于有机会来台湾 心情显得格外轻松 来了以后我觉得这次台中式的安保工作 做的还是非常的到位的 所以整个形成的很顺利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杂音 应该不会干扰整个会谈的进行 也不会影响我们的采访 此外包括在温泉地震中 深入灾区表现亮眼的主播张全林 这次大陆媒体一共来了30多人 都说不紧张的害怕 但为了避免去年财路被呛的戏码在上演 警方全程绷紧神经 保护这群外来的媒体教科 发生机有赖时尾高明台中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